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Jaseline。 8月5日,白宫证实,作为最终重新开放国际旅行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可能会要求来自国外的旅客接种疫苗, 但白宫也表示尚未做出决定,也不会立即取消旅行限制。 白宫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反应协调员杰夫·齐恩兹8月5日证实, 一个跨机构工作组正在制定计划, 可能要求入境美国的外国人进行某种类型的疫苗接种。 齐恩兹说,我们将做好准备, 当考虑重新开放国际旅行的合适时机来临时。 齐恩兹也表示,除了要求外国旅客接种疫苗外, 政府也在考虑其他选择。 他在疫情简报会上告诉记者说, 接种疫苗是正在研究和考虑的方案之一, 但同时也在考虑其他方案。 8月5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简报会上也对记者说, 接种疫苗当然是在认真考虑之中, 但目前正在政策程序审查中。 普萨基说,虽然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 但跨机构团体如何看待这一点? 目的是采取措施, 以便在适当时候恢复国际旅行。 现在,由于Delta变种的兴起, 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但我们希望有一个流程, 以便我们达到那个时刻。 普萨基表示, 指导方针必须清晰、公平, 并且不互相冲突, 这一点很重要。 白宫曾表示, 由于中共病毒COVID-19病例数量不断增加, 以及高度传播的Delta变体蔓延, 不准备立即取消旅行限制。 美国于2020年1月首次对中国实施特别旅行限制, 以应对中共病毒传播。 随后, 美国添加了对许多其他国家地区的旅行限制, 最近一次是2021年5月实施的对印度的旅行限制。 白宫已与航空公司和其他机构讨论 如何实施要求外国旅客接种疫苗的政策。 美国政府还必须考虑, 接受哪些疫苗的接种证明, 以及美国是否会接受一些国家正在使用的 但尚未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授权的疫苗。 美国目前禁止在过去14天内 去过英国、欧洲26个没有边境管制的深耕国家 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 大部分非美国公民入境。 目前尚不清楚这项计划是否会要求 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游客 在穿越陆地边界之前接种疫苗。 加拿大方面已经决定 从8月9日开始, 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 以及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永久居民 将获准可以进入加拿大。 美国业界官员表示, 解除旅行限制至少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 最近几周,拜登政府一直在与美国国内航空公司讨论 在取消旅行限制之前, 为乘客建立国际联系追踪。 一些批评者则表示, 旅行限制不再有意义, 因为一些中共病毒感染率高的国家不在限制名单上, 而一些在限制名单上的国家已经控制住了疫情。 本次的新视角听闲文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